华人的传统人情事故 在不知不觉中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身心逐渐疲惫 心理医生张兴芳博士提醒 表达自己非常重要 学会与人沟通 才能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 但是华人的社会文化里面 就是比较讲究人情 对不对 或者是从小我们都会被教育说 你要替别人着想 还有这个儒家思想 对 那就会造成很多人际关系的 那这个整体上来讲 就是会比较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 一直不太敢去说我们想要什么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要求 很可能就会被父母给打回来 相对于热量 胆固醇 饱和脂肪 都较高的肉类食材 大豆有蔬菜中的肉类之称 本周园艺厨房分享大豆的美味食谱 然后什么青菜都可以放 其实跟各位观众讲一个小小的心得 就当你的冰箱里头很多东西都只有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做杂菜咖喱最好的时候 茄子只剩一颗 花菜只剩四分之一颗 四鸡豆只剩几根 都可以把它放进来用 统计发现在东亚国家 像是中国 日本 韩国等地 是全球罹患胃癌人数最多的国家 健康人生单元邀请到 嘉莲太平医疗网外科医师Bob Wu 分享相关资讯 在日本跟韩国 因为他们的这个病率比较高 所以他们就像我们美国 40岁或50岁就要开始做大肠镜 在日本跟韩国他们有定期的检查 他们也是40岁或50岁就要开始做胃癌 对 做胃镜 可是在美国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稀奇 所以没有固定的这个时间 叫你要去做这种检查 仿佛在美华人生活 讲量话 本周六晚间8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 超市无线台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